画面中的这个人叫王建峰 是哈尔滨市平坊公安分局平心街派出所的所长 2006年在一次偶然的入户走访中 28岁的他来到了残疾人王明才的家 而这一次的相识也开启了他对于这个势力残疾的大哥 14年的温暖守护 王明才全忙并患有心脏病 妻子也是势力残疾 仅有光感 二人无儿无女仅靠低保生活 当时正至冬天 夫妻俩连取暖用的煤也不舍得烧 窝聚在20多平方米的简陋房屋里 眼见他们生活的艰难 王建峰心中十分不忍 第二天我就带着药品 完了又带了半吨煤 又再次来到他们家了 这样子我们之后 也就是没有血缘的关系 这个三口人就成了一家人 这14年中也发生了好多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家庭身上 但是我们能够不离不弃 一直坚持 王明才告诉记者说 多年前的一个冬夜 自己突发心脏病 当时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向王建峰求助 王建峰赶来后二话没说 背起自己就走 当走到室外楼梯台阶时 由于天黑雪大 一不小心二人同时滑倒 王建峰用身体护住了王明才 自己的膝盖摔得铁青 而背上的王明才却无大碍 有几次你有病的时候 都是简峰嘛 简峰上过家的 小花龙嘛 披彩虎 淋煤呀 点火呀 然后买菜呀 买菜回来把菜洗了 洗了 做了 同时还得问 你们爱吃什么菜 他才能去买 这个就是融洽 就是比一家人 就还要感觉到那么一种 家庭的那种氛围 就特别特别温习 你看虽然不是一家人 却胜是一家人 2015年 王建峰帮王明才 交上了养老保险 办理了退休手续 2017年 帮助王明才的前妻 陈大姐料理了后事 2018年 又帮王明才 介绍了现在的妻子 让王明才的日子 有了新的生计 记者采访中得知 不仅仅是王明才 这些年 得到王建峰帮助的人 还有很多 他有一句格言 就是我和百姓不革心 百姓的事情不革业 这就是简峰 就是对于工作态度 做人的标准 在今后 我也会通过舞 我也带动我身边的 亲戚朋友 还有同事 能一起把这份爱 传递到更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那一把我所要